隔音社的爵儿们都是有喝茶的习惯 这一点相信张云雷的粉丝肯定是深有感触的 毕竟云雷窜真的不是一般人的胃能够扛得住的 而之前小月月也在徒弟上小局来了之后 泣上了一壶茶 小月月说这在德云社是一种传承 因为她去郭老师那里 郭老师也会请她喝茶 父母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基本上在父母的耳濡目然之下 孩子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就像月云鹏的女儿 从小应该都生活在相声后台 看着爸爸演出长大 月云鹏和老婆网上分享的女儿们的日常 小小年纪感觉都自带段子手 一家人的生活也是让人觉得幸福又欢乐 月云鹏老婆应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粉丝就调侃说 德云社是不收女徒弟 不然凭月云鹏的喜感 都有登台表演的实力 除了喜感被影响 月云鹏的老婆还喜欢茶艺 还在网上炫过拿到的茶艺证书 月云鹏家里应该有很多和茶有关的东西 见得多了自然也被影响 月云鹏老婆炫过女儿跟她一起学茶艺的日常 7月31号 月云鹏老婆又在网上晒了一段 女儿变成小茶师的日常 满屏都是对女儿的炫耀 视频里月云鹏的女儿有模有样的泡茶 妈妈配文 小茶师知道妈妈爱喝什么茶 看着月云鹏老婆这么炫耀 评论区画风却直接刨篇 热评都是在拿月云鹏曾经的泡茶经历刷屏 某次月云鹏让徒弟到家喝茶 对面应该是上小局 也说了刘晓婷有演出 月云鹏还说 她到师傅家就是这样 师傅给泡茶 然而当上小局和月云鹏各尝了一口之后 上小局就说 师傅这茶怎么有点麻呀 小月月一副饱经风霜的老者的姿态讲解道 这不叫麻 这是舌面上的收敛感 之后上小局还是觉得味不对 但小月月依旧坚持是舌面上的收敛感 然而这时旁边妻子郑敏传来声音 我炖肉的料包哪去了 此话一出 小月月明显局促了起来 之后郑敏又补充了一句 徐傲冲 小月月便一边端起杯子 一边看似满不在意 但又很尴尬的说 在这 拿料包泡茶喝 小月月也是真的没谁了 难怪开水刚刚倒进茶壶就说香呢 红烧肉的味可不香吗 关键还说这是从郭老师那边学来的 是一种传承 难道郭老师请小月月喝的也是料包水 可怜老郭 风平因为徒弟被害 网友们开始心疼上小局 还替刘晓婷庆幸 还好有演出 于是在看到 月云鹏老婆劝女儿变成小茶师 而且还知道妈妈爱喝什么茶时 月云鹏的这段泡茶迥事 就又被粉丝给翻了出来 热评第一条就是 知道爸爸爱喝什么茶吗 之后就是粉丝们跟着起哄 蛇面的收敛感 一句破防 爸爸口味独特 有粉丝更狠 给爸爸泡炖肉的料包吧 他喜欢蛇面上的收敛感 相声演员在台上表演 就说白了 就像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就是因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才让观众得到更多的欢乐 本身 时下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都很大 相声就是给观众解压的 更主要的是 他们下表演的时候 情绪也会被自己的段子带动 也会笑场 相声演员的笑场 观众都能理解 甚至有时候觉得能把自己逗笑的段子 才是好段子 月云鹏就是简直没他不能笑的场 在央视春晚都不止一次笑场 有观众却觉得就是他特意设置的包袱 月云鹏自己在演出的笑场的时候还说 怎么当时写这个段子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好笑呢 但是到正经的时候也是各种的正经 就像他拿炖肉料包当茶泡一样 麻都可以解释成舌面上的收敛感 不能不说的是 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相声演员可以说根本找不到对手 如今连女儿都开始学习茶艺 还能泡妈妈喜欢的茶 看来月云鹏也得提高下茶艺了 起码不能再把料包当茶了吧 只是粉丝这么翻月云鹏旧账 是有点不给面子啊 好在对月云鹏来说 也明白粉丝们不管说什么 都是满满的善意 真正的黑粉 莫名其妙的黑他都不会计较 何况是粉丝们的调侃呢 证明虽然炫女儿知道他喜欢喝什么茶 之后肯定也会为爸爸 泡他喜欢喝的茶 只不过肯定不会像爸爸那样 拿家里的料包当茶